明天就是佛旦 每年的這一天 長洲的奔客人數都會有很多 因為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又來了 太平清照有段估計 不是趁去債消費 說起太平清照 我們只想起包、飄飾、長包山 不說不知 其實這個城市背後有段估計 相傳說長洲 百多年前清末的時候 發生過瘟疫 自然死傷了很多人 後來他們搞了一個 找一些高增 去念經、超道 又請去北帝廟起壇、拜祭 還請北帝在長洲遊一圈 之後瘟疫就停止了 打招這個儀式 原來是指我們說 切壇眾經、超道亡雲的意思 太平清照雖然在前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但是很多傳統的習俗 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以前平安包是沒有人買來吃的 因為那些平安包掛在包山裏 制製、正式式給鬼、神去吃的 過度的商業化 令這個原本充滿信仰色彩的節日 其傳統意義漸漸被人淡忘 就連女法局 都用長洲包山節這個名字對外推廣 以前太平清照是必須齋戒的 齋戒几日 現在即使太平清照那天 很多的餐廳和小食店 仍然會買肉 港府做這些保肉的時候 不可以只能一面就是商業化 引入商業化之外 我們亦都要保護一些很重要的文化習俗 明天會入長洲逼的你們 吃喝玩樂之餘 不如都用心認識一下我們的傳統文化習俗吧